振护人民振火振押人民振火 今天振你了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国家的建设 振护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迫 努力奋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历史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广大干部群众急切地期盼 新的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雄会 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指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实现了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建设 风雨兼程 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技术基础 积累了重要经验 进一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 极大的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 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这种转变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 也深刻影响世界 实践充分证明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 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 也是让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的年份 这一年的10月6日 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 一举粉碎四人帮 结束了十年动漫 几国欢庆 大复兴 大复兴 你酒飘香 阿哥生飞 朋友啊 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他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 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 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 其实滴酒不沾的韩伟 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与同事们举起酒杯 几杯下肚后 突口吟出几句词 同事听到 盲说这两句好 应该编成歌词 韩伟当晚就写出了出稿 韩伟的老搭档 曲作者诗光男 一样滴酒不沾 但酒机于心的激情 喷搏而出 普出的曲子同样如此醉人 这首歌写的是人心 它是当时人们一扫心中阴霾的表露 也是对即将开始的 美好生活期待的表达 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悬费 七十三岁的邓小平 再度出来工作 我出来工作 可以有两种课 一个是主观 一个是主带工作 我想既然是共产党人 既然当了 也不能够出关 不能够有实行杂言 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1977年7月30日 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足球比赛的探头上 日本共同社记者描述到 数万关注 贴开比赛 上时都站一起来 向他抱一热烈的掌声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 以科技教育为突破口 推动拨乱反正 1977年8月4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上一批学者强力要求中央下决心 恢复高考 珍藏在中科院大案馆的这些会议记录 真实记录了 议会者急切的心情和拨乱反正的决心 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 自愿报考 单位同意 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邓小平挥笔 把单位同意四个字 去掉 一锤定音 中断十一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得以恢复 这几年 五百四十多万人报名考试 二十七万多名考生被录取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三十四十四十万有数 三十五十五年 并公平 二十四十五年 我们也必须帮取 5百五十四十万之后 十五十十九 你必须看法 我爸爸下班回家 我们都已经躺下睡觉了 我爸爸回来特别晚 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大队书记来电话了 说有一份录取通知书 送到了你们大队 他说我全家人全都醒了 我的弟弟妹妹 还有我妈妈老了 全醒了特别的兴奋 然后就问这个通知书 写的是哪儿 我爸就说 当时地址写的是南京路一号 我就想南京路一号 是不是就是我的第一资源 中国医科大学 第二天我赶紧就用一毛钱 坐了华路无轨 到了中国英大下车 那么在学校的大门口 一看到地址就写着南京路一号 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一下子势力就模糊了 就站在那久久的都不会动了 原来做梦想到上大学的一天 上大学我整整半年 我就像做梦一样 不敢相信我进了大学 我都穿大走 我都不相信 这是梦啊 是现实啊 我都想插自己一把 就那么那种心情 1978年3月 二十七万多名大学新生 沐浴着春天的阳光 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开始了新的生日 初生的太阳 初生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起来伯伴亲爱的小树 和我更想要放异 等此校园里树林下又强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高考的恢复 极大的激发了青年人 用爱学习 崇尚科学的热情 工程无法听 工书磨为难 工书磨为难 科学邀先祖 科学邮先祖 苦战能过关 苦战能过关 1978年3月 全国科学大副在北京招出 5500多位代表汇聚一堂 他们之中有的是扩别多年的老友 有的是校友 师生 在中段年线 扩别十多年之后 重逢在这里 万分激动 百感交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宣传法 完全是科学技术的宣传法 宣传科学技术的法杖 是科学生产的关系 越来越厉害的 科学技术作用生产的 越来越厉害的作用 在社会中的社会里 工人自己自己培养 对闹磨的劳动者 已经是武昌州的自己的一部分 从是听的劳动者 从是老的劳动者 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作家马什图 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热烈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 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奉勤部长 极其热烈 而持久的掌声 我愿意当大家的猴子不高 郑小平在会上的讲话 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 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力 到这北京来参加那会 你想他听见小平同志那样讲话 他心里头能不受感动吗 那离科学太远了 今天一天忽然间有个机会回来了 那说老实话我跟你说 真是 但这不是真是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小热泪盈眶吧 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 他在书面发言中 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注词 这是革命的春天 这是人民的春天 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的音霸 这个春天吧 春天到来 炸乱环寒 历史的巨轮往往会在惯性的驱使下 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 两个凡事的提出 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针对两个凡事的错误 当时还没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 在治党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工作 他还说 两个凡事不行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5月10日 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 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 十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5月11日 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 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 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五千多字 锋芒直直两个凡事 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引起了一堂全国性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 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 他说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 连十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 简直是莫名其妙 邓小平开始采取行动 全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讨论 1978年6月1日 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出处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观点 号召要拨乱反正 打破精神加速 使人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为了全党的工作重点 能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9月 从朝鲜结束访问后 邓小平视察了东北地区 这东北之行 他是到处点火 一路上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号召各级干部 都要开动脑筋破除僵化 与此同时 陈云 叶剑英 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 也齐志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 就如同源头活水飞流直下 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冲破了长期以来 左倾思想的束缚 有力地推动 各个领域的波乱反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世界科技日新月异 给各国发展创造了机遇 1978年 微软公司已经度过了它的两周岁生日 德国告别了签字印刷 开始用电脑排版 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开通 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了70% 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使用欧洲货币单位的宣言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露 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 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已经是三千多美元 然而这一年 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 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一点八 贸易出口额只有世界的百分之零点七五 也是在这一年 中国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 赴国外访问和考察 国务院副总理伍牧率领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先后访问了法国 瑞士 联邦德国等五个国家 参观了众多的工厂 矿山 港口 这个代表团 后来被称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先遣队 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 感受到了震撼和冲击 像西欧国家这样三十多米宽 设计时速在八十一百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 当时的中国连一公里都没有 这时邓小平也频繁的出国访问 两个多月中 他访问了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六个亚洲国家 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情况 有了亲身的感受 对中国之亚 好 二十四千万元 你会怎么回到最大人 怎么样 真心感谢你会什么想 哦 就赶着牌 赶快 有吹人跑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有火事了 我们现在整火事了 邓小平的回答包含深意 在发达资本中 有国家的所见所闻 令他意识到 中国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 就必须找到一条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78年11月10日 二百多名高级干部 聚集北京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 原定一提 是讨论营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 遇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 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2日 在东北族分组讨论中 陈云指出 发展安定团结 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 顺利转移的关键 怎么才能实现安定团结 条件是要解决文化大革命 及其以前左的错误 造成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这个讲话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讲话全文刊登到简报上 各个组纷纷响应 大家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愿望 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清晰而下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 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 做出回答指明方向 邓小平高瞻远瞩 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 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从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到政治路线 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 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 向前看的重点讲话 一个大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奔奔出发 思想讲法 民心神性 那他就不能前进 他的生计就停滞了 就要往当往鬼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就会比赞颂 这篇讲话卷起思想解放的风雷 驱散 那个时代困扰中国人的精神迷雾 指明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五天后 1978年12月18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造成 这次会议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 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试飞 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逃住 举行追悼大会 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 打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刘少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 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邓小平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 批评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充分肯定 必须完整准确的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高度评价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果断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纲 重新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从此 我国改革开放 拉开了大漠 如果说1949年 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那1978年 则是中华民族 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 这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开启了 Mickey 我天涯不滑 如暗中开荒 这人心激动 我天有种花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不息啊 我是多么的幸运 降生在你的怀里 我的血脉流淌着 你的神奇和美丽 那仁慈的情谊 那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脸子感动天和地 从来不曾放弃你 因为希望埋在心底 追寻自由的勇气 多少年里有风起 幸福是没忘记 痛苦中举着你 我的灵魂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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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你不息 天有种花 天有种花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生不息啊 天有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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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海的潮汐 看岛山的运气 我们用心兵具飞翔的雨 天要终发 天要终发 风雨呀不怕 温暖中开放 人心祈祷 天要终发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 无息啊 天要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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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云飘死亡 绕阳存天下 真心祈祷 天要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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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祈祷 天要终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